然後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說 帶小孩真的非常累 這樣子下去真的不行 然後我跟我老婆就會覺得說 好啦 既然都這麼累的話 那我們就一馬就輪流過 然後二就是說送保母那邊 可是我老婆又覺得說 給保母帶不是安全 所以就重蹈覆測 又回來自己帶 所以就這樣子 我會覺得體力真的是大不如前 是甜蜜的負擔 對 然後我覺得 當爸爸最熱血是什麼你知道嗎 前三個月 我帶著我小孩子 我給我老婆放風 我帶我小孩個人 帶著他去萬里騎腳踏車 跑到萬里騎 背著他嗎 他小孩蠻大 你那個他很小不是嗎 我們這樣去騎腳踏車 那個時候 在大自然的環境裡面 就只有我跟我老婆 我跟我女兒兩個人 你老婆不在 我老婆不在 他去看電影 然後就這樣帶著他這樣 就這樣陪著他騎腳踏車 然後騎著腳踏車 看看樹 看看天空 看看路人 看看別人的腳踏車 這個感覺很棒 然後之後我們 你知道嗎 我跟他一起在7-11的冰箱前面 為了買一包 好亮 你不要再講話了 為了買一罐養樂多 我們在那邊挑了半個小時 為什麼 選擇障礙 因為 因為他沒看過胡蘿蔔汁 要跟他解釋 果汁他要解釋 這滿好玩的 就很好玩 你知道嗎 可是你知道嗎 當他買完養樂多 結完障之後 我們兩個就坐在7-11的窗台上 他在喝養樂多 很開心喝養樂多 我就靠在窗台 然後我就看著外面 我眼淚就不禁這樣流下來了 因為老人也很容易流把在 好亮... 你知道他的眼淚流下來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人生真的好奇妙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面對我的女兒會這麼熱血 帶她來做這件事情 以前的這個時間 我可能就在家裡就是睡午覺 就變成為了她整個改變人生 對 就是你當了爸爸之後 你會覺得說 其實我跟以前是一樣熱血的 可是我們的重點已經不一樣了 就那種感覺 可是那一趟非常非常累 可是我覺得好滿足 那你回家有腰痠背痛嗎 會啊 會腰痠背痛 會痛很小嗎 會 會痛很小 因為我女兒 好不了 我女兒很愛給我抱 那你知道像以前有沒有 以前我抱同學的小孩 抱著抱抱著 你要綁鞋帶 我跟你講很帥這樣綁 真的 你可以這樣綁 可以這樣綁喔 因為小孩夾在這邊 小孩夾在這邊可以 現在不是 現在我抱小孩 現在抱小孩都這樣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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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重點是 像以前小孩子這樣背在這邊 對不對 像如果年輕人的話 我跟你講你腰桿一定打很直 然後這樣 還可以這樣起來跟小朋友玩玩 現在不是 現在背是這樣 這樣 這樣搖要用力 要往後仰 所以如果要生小孩真的要趁早 真的要趁早 真的要趁早 過來人的經驗 因為她以前是運動員 她底子其實是有 只是沒有那個動力 女兒來了以後 喚起妳那個運動熱血溫 對 熱血溫 應該是這樣 兩位都是有常運動 真的真的有差 有差 我覺得是差滿多的 因為以我來講的話 像因為我每次去出國 我都是覺得我出國很不容易 所以我一定都是要把景點什麼那些 都是擺到一個極致 所以像是以前我都是會 比如說行程上 我都是滿到一個步行 然後一天可能去七八個地方 加上吃的搞不好 就是倒十個 逼死自己 不會 以前是覺得這樣很好 從早上九點出門 然後一直到晚上九點再回飯店 我覺得這都很OK 而且這中間 全部都是用雙腳走出來的 對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有一次回來這不得了 那一次回來 我去看醫生 我就想說 醫生救救我 我就有點像妳那種感覺 雙腳抖得不停嗎 我都在抖 我是覺得我的腳是打不直 怎麼會有這種 就是走路就這樣 一打直要伸直 就是會覺得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形這樣子 我的腳是不是快要廢了 還是得了什麼 稀有的病症還什麼的 然後後來醫生就幫我打一個針 好像也是鬆滑我 鬆弛的 對 鬆弛我的膝蓋那邊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妳到底怎麼 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一直走 在日本一直走 走回來 我就不能 膝蓋就不能打直了 然後他就看一看病例 病例上面會 就是有寫幾歲什麼 然後他就用筆這樣畫起來 就是說妳自己看一下 妳自己看一下妳現在幾歲了 然後我就想說 三十四 還特別給妳畫重點 看一下妳幾歲了 幾歲了 然後三十四 三十四應該還好吧 可是他說 因為我的膝蓋 感覺已經是提早有點退化了 對 然後他就說 建議我從現在開始保養 然後可以吃一些像是什麼 微骨粒類似的那些東西 女生尤其要注意 鈣很容易流失 愛喝咖啡的尤其是 可是我聽到我是嚇到 那微骨粒不是阿公阿嬤在吃的 沒有... 這女生盡早吃是最好的 真的嗎 我跟你講 我媽她去買葡萄胺酸 她這兩罐一起來 她就一罐給我奶奶80幾歲 她一罐就給我 我都跟我奶奶喝一樣的 也要保養 對 也要保養息 這是真的 尤其如果妳們在懷孕一下去的話 胎兒出來妳整個很容易骨子 大量流失 妳連上樓梯 最簡單的妳就 就會抖一下 這樣撐 有些會這樣嗎 妳要早一點 確實要保養 妳看我這個年紀這樣跳 我一定要保養 就不保養不行 我聽得那時候是很心酸的 後來這幾次 我就把行程改到非常非常的簡易 可能一天只去兩三個地方 我也累了 妳可以跟他們這樣逛嗎 就是韓國這樣逛到4點 我相信她可以 可能那個 就是他們行李箱用來推我之類 我們當時在公開署面 就是那個空洞後面 就是有點這樣坐著 然後在那邊 滑走 滑人的死 沒有 剛才拿一個獎算了 我們要去買水喝 我們先去便利商店 這樣坐在行李箱這樣 滑進去被人 誰在哪裡 誰在哪裡 白癡 這也是滿好玩的 有回憶 可是這個真的累 你們女生有時候會逼死自己 我都覺得我要足底金魔眼了 怎麼還可以繼續逛 我真的有點不敢跟他們去逛 因為我這幾次去也有跟一些 比較年輕的妹妹那種 然後我只是跟他們講說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就是到一個咖啡廳 可能喝個東西怎麼樣 然後以前我都是在別人 就對別人講說 快...我們要出發了 要不然會趕不上行程了 現在我是被他們就是講說什麼 姐妳到底好了沒 妳可以了嗎 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可以不要再拖我們的時間了嗎 我就覺得這種反差會這麼大 對啊 真的很大 因為我才幾個禮拜前 我才去韓國玩燙回來 也是跟我大學的同學們 然後妳知道他們去嗎 我居然走到 有一天我就走到一半 我們才一半的行程 他們還要繼續往前走 我就說 妳們就走吧 我在原地等妳們 我就在這間咖啡廳 我等妳們 妳們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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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我無法 我教妳們一招 怎麼樣可以逛很久 以後要逛錢 我們就要精神喊話了 真的 我們今天一定要買到兩箱 加油... 心靈上的 我之前出國去任何地方 什麼 曼谷 日本 美國 任何地方 我只要殺價 就是無所不利 就全部都是 尤其是男店員 然後我就說可以便宜一點嗎 然後他們一定會給我便宜一點 所以我去韓國的時候 因為妳可愛嗎 我也覺得 覺得年輕嘛 就是散發出一種那種天真浪漫的感覺 很可愛 然後我這次去韓國的時候 韓國就是要買東西 就一定要購物 可是我們去那個東大門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他們看到我們是觀光客 應該就是會給我們高一點的價錢 所以我覺得肯定是要殺的 然後我朋友就說他要買東西 結果我就看到第一家 他就說他喜歡這件衣服 我說我幫妳殺價 那個老闆開三千五 三萬五講錯了 三萬五韓元 然後我就說 那個可不可以便宜一點 然後那女店員就好了 他便宜一點變成兩萬八 然後我就想一想 我就說 那我們再繼續看好了 然後走一走走 就在另外一家店 又看到一模一樣的這件衣服 就其實這只吃一件橘色的毛衣 然後有一點點造型 然後我想說這個 應該可以再殺更頂 因為剛剛那個人兩萬八 然後這個又是一個男店員 我覺得這我OK的 我出馬大家就是不要動 可愛 對 我這次我幫妳殺到兩萬五以下 或兩萬 然後他們說好 結果走進去就說 什麼 可以便宜一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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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曼谷殺價習慣 然後我說 可以便宜一點嗎 然後那個男店員是這樣看我 這樣 妳要嗎 妳要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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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英文單字是滿傷人的 對 然後 Go 然後我說 但我喜歡這個 可以便宜一點嗎 對 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 然後我就拿計算機 然後他就把計算機搶走 妳知道嗎 搶走 然後他就說3萬 還更貴 對 他就說3萬 妳不買就沒有 就是3萬 然後我就這樣子 然後我朋友就這樣拉我自己 就說 算了啦 就是 就是那個 妳年紀也不小了 妳不要再裝可愛了 我說怎麼可能會失敗 對 我都很相信 妳裝可愛激怒了他 對 他就說 我覺得他可能覺得 反而激怒了 還是妳那天穿了衣服有問題啊 沒有 我朋友說 妳應該是就是長得有點 就是已經不是那個年齡 應該做的事情 尤其我那天裝有點